黑色野兽刘热弹上一场比赛被一个叫谢尔盖的人55秒就KO了 赛前他甚至都没忌妒别人的拳名 这位讨厌五回格比赛的选手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七次头条主赛 对手又是一个叫谢尔盖的人 在UFC莫爬滚倒8年时间25场比赛17场胜利 17胜8负13次KO对手UFC历史最高 刘热弹曾经两次争夺冠军金腰带失败 一次败给了丹尼尔·科米尔 一次败给希里盖恩 如今37岁的刘伊斯刚刚经历了两年半 在他的职业生涯还没有经历过三年半 很显然他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了 本次刘伊斯的对手首次打进头条主赛 绰号北极熊的谢尔盖·斯皮瓦克 1995年1月24日出生于摩尔多瓦 一个三面接壤乌克兰的东欧国家 19岁时斯皮瓦克开始打职业赛事 在乌克兰WFFC赛事中 4年时间9场比赛全部终结对手 5次降服4次TKO 来势汹汹 势不可打 在此期间他拿到了WFFC重量级冠军 并未免了两次 不料进入UFC的首秀 50秒就被对手TKO结束比赛 5个月后斯皮瓦克卷头重来 第二回合降服现在排名第四的泰图瓦萨 此后两年时间 斯皮瓦克拿到了六胜两负 手下败剑中包括UFC传奇人物 红尾马阿雷克谢·奥莱尼克 也输给过英国希望之星 汤姆·阿斯皮纳尔 如今斯皮瓦克正在寻求自己的三连胜 面对采访他直言 我不在乎对方是谁 现在只是轮到我去打德里克·劉伊斯勒而已 让我去打便是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当记者问到 作为本次联合主赛的艾安·库德拉巴 来自摩尔多瓦的同胞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斯皮瓦克说 我祝福他能够拿到胜利 想办法结束两两败非常重要 但从我个人角度讲 我对此没有太过关心 毕竟跟我没有关系